你见过00后硬核养老吗 张小凡刚上任养老院院长后 不仅让老人自己喜妙床的床单 还让老人去打扫自己的办公室 而张小凡的这些行为 却遭到数以万计键盘侠的网报 更过分的是 这些键盘侠竟然是张小凡他爹安排的 爹 我这波操作怎么样 还得是我儿子 真是个大聪明 赶紧再多找几万个键盘侠 好好的网报下小凡 不能让他抬票 紧接着张小凡他爹又在网上重金 招揽了十万个键盘侠冲入了张小凡的直播间 直播你太过分了 让八十岁的高龄老人给你打扫办公室 人家老人是去养老院享福了 你倒好让老人当你的员工 在键盘侠节奏的带动下 一条名为张小凡 欺负养老院老人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第一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大西洋养老院成功倒闭 张小凡也顺利失业 回到宿舍的张小凡 看了看自己不到十个亿的余额 沉思道 哎 我怎么这么勤了 沃曹 我没眼花吧 小凡哥回来了 沃曹 清哥 你这凭空消失了几个月 我以为你不要我们了 小凡哥 算 这几个月改马去了 一物一丝的酒队 在黑粉团成员的言行逼供下 张小凡全盘拖出 足足讲了半个小时 还讲了个七七八八 我第一清哥啊 那个开直播整顿各个职场的人 原来是你啊 不得不说我哥真帅 小凡哥确实牛逼 当了一天的养老院长 就给人家整倒闭了 哈哈 此时洛依依插嘴道 好啊 你张小凡 之前我就怀疑你是千雪的弟弟 这下实锤了 你家不是破产了吗 此话一出 直播间直接沸腾了 什么 小凡哥家破产 开什么国际玩笑 小凡哥随手就花几个亿 他想破产的人骂 这时张小凡沉默了片刻说道 确实 兄弟们 其实我家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破产 我这次上线就是想跟大家搞个别 瞬间 直播间沉默了 大家都不敢相信 昔日的那个战神张小凡 就要退银网络了 另一天 张小凡他爹跟他爷 还沉浸在坑娃的快乐中 这次对小凡的打击应该不小吧 还可以 但我觉得还不够 也不知道这小子身上还有多少钱 咱们把这小子身上的钱给掏空吧 让他再次绝望 这个注意不错 紧接着 张小凡他爹就去落 一一直播间叫嚣道 哟 这不是战神张小凡吗 久闻战神之名 特来请站 这是碧莹哥忍不住了 你想找死吗 把你那网名给老子改掉 哎 现在的后辈怎么这么不懂礼貌 让我改往你也行 那个张小凡 敢不敢跟我打一把 赢了我就改 卧槽 你俩故意的吧 我亲哥刚刚透露破产了 你俩就来这越战 就你们这零级小白号 也配在这儿说话 下一秒 张小凡他爹跟他爷在直播间 开始疯狂乱刷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 两个零级小白号 直接升到六十级 怎么样 现在配在这说话了吗 紧接着 凡爸爸跟凡爷爷的行为 彻底惹怒了黑粉团战斗组 我飞剧哥愿带小凡哥申请出战 我必以赢哥愿带小凡哥出战 我虎王愿带小凡哥出战 我少年约得小凡哥出战 有 还挺团结 你们出战也行 不过必须在张小凡 把他的壁子刷完后 你们才能出战 怎么样 毕竟我是过来会张小凡的 他当缩头乌龟 说不过去吧 当张小凡听到 缩头乌龟这几个字后 瞬间就忍不住了 什么玩意啊 在我面前这么狂 兄弟们 不用你们出手 我倾家荡产也要赶翻他 说吧 怎么玩 输了 叫声爸爸 输了 叫声爷爷 此话一出 虎王直接怒了 气死我了 小凡哥 姐 我们不会让你输的 行 要是你输了 做我小弟 任我当大哥 行 可以 那就开打吧 把你支持的主播连过来 啊 什么意思 什么支持的主播 不好意思啊 第一次玩火小音 真无缘 经过毕临哥的一番解释后 张小凡他爸终于明白了 紧接着找了根胡萝卜 开启了直播 连上了洛依依 不是 你要我打一根胡萝卜吗 就怕你连胡萝卜也打不赢 紧接着战斗直接打响